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东来西网的商旅团都要从此经过 这里汇聚了古中国、博斯、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各种商品 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富庶 可没有人知道 这座富饶的小国为何突然消失在了历史上 1995年10月的一个早上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刚刚一年的新疆小伙 艾塞兹阿卜都热西提 与学术考察队一起乘坐着一辆越野车 来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新疆和田地区 民丰县尼亚一支区 自20世纪初起 来自国内外的考古队已经六次造访这片区域 目的就是要寻找消失的京爵古国 他们在这里连续发掘了几个月 却始终没有新发现 然而正当他们驾驶越野车准备转移场地的时候 沙丘下隐约显露出来的一样东西 引起了艾塞兹阿卜都热西提的注意 艾塞兹阿卜都热西提发现 在旁边的沙土堆上 出现了一个裸露在外的胡杨木制成的棺果 正是这个棺木引发了尼亚遗址的京市发掘 这片遗址带给了考古人员太多的惊喜 陆续出土了铜镜 铁刀 弓箭等一系列珍贵文物 当考古队员打开了八号墓的时候 看到了如图中记录的场景 在男性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块织紧 尽管它在地下已经掩埋了超过千年的时间 但出土的时候 这块织紧依然平整厚实 色彩艳丽如新 上面绣着白虎 蓝鸟 麒麟 凤凰等瑞兽 以及祥云 这是非常典型的汉代文士 最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的是 就在这一块小小的织紧上 隐约可以看到八个小传汉字 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 放在今天来看 这句话没有任何生辟的词 但是五星联系起中国 也就意味着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这块织紧它是汉代有的呀 难道那个时候的人们 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吗 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考察队员小心将这块织紧取下 仔细观察了起来 这块织紧长18.5厘米 宽12.5厘米 也就是一块巴掌的大小 在织紧的两边 各缝坠着三条黄白色圈带 方便绑细在手臂上 从沐藏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带来看 男主人生前应该十分熟练使用弓箭 这块织紧很有可能是在饮弓时 保护手臂用的护博 在随后的发掘中 考古人员又在尸体的枕头旁 发现了另一块丝绸残片 上面清晰呈现三个小传汉字 讨南枪 由于这两块织紧的花纹颜色十分相似 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 它们或许是从一块完整的织紧上 裁剪下来的两部分 把护博和残片中的文字连在一起 就是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讨南枪 神秘的五星 中国南枪 所蕴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在查找古代文献的过程当中 考古队员们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 西汉时期 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天官书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五星分天之中 基于东方中国力 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力 所谓的五星就是指的金木水火土 这五颗行星 出东方和分天之中 是说这五颗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当中 呈现了五星连珠 这种较为罕见的天文现象 根据天文学家的演算 在过去几千多年的历史当中 这种现象只发生过九次 而最著名的一次 同样出现在史记当中 东十月 五星建于东井 汉高祖进咸阳 说的就是秦末战乱 刘邦率军攻入了咸阳 此时天上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现象 古人称灭秦汉星 这是顺从了天意的 因此东方的天空当中 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大吉之兆 是有利于中国的 换言之是有利于中原地区的战事的 这样一件带有着为中原地区战事 祈福的织紧 为何会出现在沙漠中的尼亚遗址呢 时间回到西汉时期 汉武帝刘彻派张迁出使西域 开辟以长安为起点 经甘肃 新疆 到中亚 西亚 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 大多数考古研究专家认为 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 生产了一批丝绸 直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祥化 雕拨到如今新疆地区 尽管西域地区的民众 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 可由于锦的名贵与细腻的织法 被当成事物 做成衣物 被妥善保存 甚至作为陪葬品被带进墓葬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锦作为一种丝织品 价值是比较高的 在东汉末年的世名当中 对于锦有这样的解释 锦 金也 坐之用公众 齐驾如金 在我国的丝织品历史当中 曾经有过四大名锦之说 指的就是云锦 蜀锦 宋锦 以及壮锦 织造锦的蚕丝是蛋白纤维 能够保存两千多年实属不易 这块汉代的织锦 深埋在地下之时 是处于一种密封条件的 再加上新疆地区 气候干燥不易损坏 因此就能够以完整的形态 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织锦出土之后 很快就接触到了 空气当中的氧和水分 内部纤维的强度 有可能会大幅度降低 容易损坏 如何保证 这块宝贵的丝织品 不腐烂 不降解 就成为了一个技术难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 经过考虑 决定将这块织锦进行复制 以便展出 不过 当他们的想法传遍了织造圈的时候 还真没有人敢接下这个任务 专家心里清楚 这次的复原的工作 必定困难重重 这块小小的织锦上藏着太多古人的秘密 仅仅是织造这块锦的蚕丝都大有讲究 尽管这块织锦已经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 但用手轻轻触摸 织锦依然十分柔软舒适 仔细观察 织锦所用的蚕丝 仅仅只有头发丝的大约十分之一 究竟是哪种蚕丝能够具有着这样细腻的质地 制造出柔软的手感呢 通过光学显微镜 考古研究专家有了新的发现 讨难腔锦的纤维截面形状是半坨圆形 这样的丝线形状特点 指向了一种古老的材料 桑蚕丝 由于我国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 有利于桑蚕的生长 在确定了制造五星锦所用的蚕丝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联系到苏州丝绸博物馆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制造专家 对五星锦进行复制 2005年 一场艰巨的复制工作就此展开 参与复制的专家学者 下一步要确定的 是古人究竟采用了怎样的纺织技术 来制造五星锦 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 这是在经纬密度移植下 观察到的五星锦的细节部分 可以看到图中密密麻麻的 全是数项排布的锦线 在这块织锦当中 每平方厘米的锦线 居然达到了220根之多 是普通学坊围巾的大约5倍 咱们平时买一些好料子 做西装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指数 但是相比之下 尾线我们注意一下 几乎是看不到的 只有区区48根 而且都是白色 也就是说 金线才决定了五星锦的图案和颜色 这个尾线只是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 明确了五星锦金纬线的制作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金纬线之间的位置关系 它们是一横一竖 相互叠压交错的 这种制造工艺 还有一个较为傲口的专业名词 叫做五重平纹金锦 考察一下我国的制造史 只有2000多年的鼠锦 采用了这种工艺特点 这样的发现 也令考古学家们无比兴奋 在中国的织锦当中 鼠锦被称之为天下母锦 它代表着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 可惜这种技法已经失传许久 而且不管是成都 还是四川省的其他地区 都没有出土过任何汉代时期的 鼠锦织机 面对这样的困难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峰馆长 开始了寻觅织机的漫漫旅途 他们最先考虑到的织机 是浙江省于瑶和姆度新石器时代一致 发掘出的一种最为原始的仿织机 妖机 这是历史上最为古老 构造也最简单的直机 至今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仍能看到它的身影 然而 这种妖机似乎太过于原始 经纬密度不足 复杂图案也很难实现 根本无法支出五星金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丁桥直机走进了专家的视线 可它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丁桥直机的门幅太窄 根本无法制造出 幅宽超过三十厘米的织物 而完整的五星金 幅宽达到了四十八厘米 研究人员的心情 一次次跌落到谷底 他们只能将目光 放在复原过的最后一种直机 大花楼直机上 大花楼直机 我们一般人都没见过 现在给大家用图片来展示一下 这个大花楼直机 也叫云锦直机 最早是起源于唐代 这种直机制造出来的名品 数不胜数 比如元朝时期的云锦龙袍 就是利用它制造出来的 可在复原团队满怀希望地 利用改造之后的直机 复原五星锦的时候发现 为了复制五星锦的不同花样 需要加到八十片 但这样一来 经常会将下面的踏板踩断 一开始大家觉得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工人 没有掌握好力度 但是慢慢地他们就发现了 无论织工如何小心翼翼地 控制脚下的力道 踏板断裂的情况依然会发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复制团队从每一个机构逐一排查 结果还真找到了问题 原来 加到八十片宗的时候 会导致经线的张力过大 这时候 如果职工为了提起开口 而增加力道踩踏板 就会造成踏板的断裂 为了能在保护之际的前提下 提起开口 复员团队只能采取了一种原始的方法 人工帮忙提起踪 也就是在织工脚踩踏板的同时 其他人手工帮忙提起沉重的踪跨 分担踏板的力度 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 复制团队第一次制造出了外表 纹饰图案大小及色彩 几乎和五星锦一样的纺织品 可面对着这样的复制品 在研究人员的脸上 却出现愁容 看不到任何喜悦的情绪 原来 这块复制的织紧 不仅背面非常凌乱 经纬密度 也根本无法与五星锦原物相比 看到这样的情况 复制团队不由地产生了消极的想法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 将这块五星锦一模一样的复制出来 复员工作将停滞于此 无法继续了吗 此刻的他们还想不到 在五星锦出土的17年之后 2012年成都的一次施工 会为复制工作重燃希望 2012年7月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 正处在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 在位于郊区的一处 史前遗址发掘现场 正忙碌着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 考古研究专家谢涛 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 让他临时去调查一处 老关山新发现的古代墓葬 原来地铁三号线在施工过程中 触碰到了一批古代墓葬 一些墓器顺着修建地铁时浇的水 流到了工地上 看着这样的情况 血淘顿感不妙 这些文物很有可能因为浸泡而遭到破坏 于是他急忙带队 对这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根据出土的古代前臂 这座墓葬的年代被确定为西汉时期 就在队员们将底箱的盖子打开后不到两个小时 他们发现在二号墓中间下部 有两个体型巨大的 用细竹条编织好的容器 检发掘工作收获了成果 考古队员在惊喜中加快了速度 他们期待着在这座墓葬中 还能收获更多的文物 随着积水被一点点吸取出来 越来越多的墓条开始露头 四个模型一样的东西慢慢露了出来 在这座墓葬当中 我们有什么发现呢 来看一下老观山二号墓当中的一些图片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彩绘的人泳 在人泳的周围 好像摆放着四台机械设备 这四台设备就是古代的织机 我们前面提到的大花楼织机 个头非常高 有一层楼那么高 但是呢 这四台织机仅仅是比人泳的尺寸大一点 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模型 在四台织机旁边还有十五个木泳 四位男性 十一位女性 四位男性光着脚 十一位女性忙碌着进行准备 眼前的这个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鼠锦作法 那么这四台织机模型是不是给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复原五星锦的启示呢 它能否填补鼠锦织机古老历史的空白呢 如果这四台缩小版的织机和鼠锦有关的话 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可还为等谢涛和其他考古研究人员判断他们的身份 面前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等待处理 这不按比例缩小了的提花织机模型 全部是由细木条组成 木纤维在历经千年的过程中 虽处于饱水状态 且与外界空气隔绝 但由于盐分和微生物的影响 木质内部已被腐蚀 再加上出土瞬间存放环境突变 使得织机比豆腐还要脆弱 当务织机便是修复好这些织机的模型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由荆州文宝的工作人员复原的属锦织机模型 看起来非常小巧 但是结构很精细 他们清洗了木质结构上的污泥之后 将每一根细木条浸泡在了以二泉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当中 历经蒸馏水置换 加固阴干等工序 慢慢地把这些零散成了细木条 已经遭朽如豆腐渣状的构建进行了加固 紧接着又像拼积木一般把这个织机模型复原了出来 在这四台模型当中编号为186的比较大 长85厘米 宽26厘米 高50厘米 其他的三个都比较小 从老观山汉木当中出土出来的这种织机模型 就为我们今天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的任务带来了希望 只要能够研究清楚这些织机是如何工作的 那么失传了已久的蜀锦工艺 很有可能就会再次复现 五星锦也能被我们复原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对于五星锦的复制工作而言 复原提花机仅仅只是第一步 有了织机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制造出织造用的花本 也就是织花图案的样本 由代表经线的角子线和代表尾线的耳子线来构成 根据文样设计编织 最后变成花本 精细到什么程度呢 居然已经达到了秒呼这个单位层级 制造之前要把这个花本张挂于大花楼织机之前 职工们能够直接地看到它 以它作为蓝本进行制造 可想要复制出五星锦这样循环往复的图案 只靠着职工自己完成花本 几乎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找到五星锦中每一根精线和尾线的制造规律 才能够完成复制 想将复杂的花纹制造出来 需要画师在一块精尾数量相同的纸或者方部上 画出准备制造的纹样 用另外准备好的精线 同纸上的精线一根一根重叠地连接在一起 再准备其余的尾线 按照绘制花纹的锁占位置和尺寸 置换纸上原有的尾线 把原有的精线抽出来 用新阶的精线代替原来的精线 使花纹重新显现出来 仅仅是将这个步骤演示一遍 都已足够复杂 绘制出五星锦的花纹 至少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 而在这之后 还要将复制五星锦的 一万零四百七十根精线 穿过提花机的棕框 保证每一个棕框 与每一根精线连接在一起 这一万多根精线 必须要通过某种特定的排列方式 才能够复制出五星锦的 五重平纹精锦制造工艺 那么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复制团队 如何将这些密密麻麻的精线 清晰地排列起来呢 研究人员决定 将五星锦一万零四百七十根精线 按照每组五根 每种颜色一根进行编组 在制造时 需要显示的一根精线在上 其余四根在下 那么就将上面的标为一 下面的标为零 整幅织进的图案 就可以变为 由一万零四百七十根精线 穿过八十四片棕片组成的 八十七万九千四百八十个点 这个点不是零 就是一 也就是变成了一个 八十七万九千四百八十个点 组成的矩阵 作为直击编程的基础 这样 每一根精线 都有了自己清晰的位置 排列起来 也就更准确高效 此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里 复制团队逐渐将 一万零四百七十根精线 按照程序规定 一一穿过八十四片棕 最后穿入竹扣 就这样 复制五星锦的前期准备工作 终于全部完成 带着喜悦的心情 职工立刻开始了 制造工作 然而 制造工作仅仅持续了 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出现了意外 很多精线 竟然发生了断裂 是不是 锁子对于砂的磨损 太严重了呢 复制团队尝试着更换锁子 但是 精线断裂的情况 还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 人们再一次 开始翻阅古代文献 还是在天宫开悟当中 找到了相关线索 古代的纺织匠人 为了减少丝线的磨损 会在纺织之前 准备一种被称为 户或者是 江沙的液体 涂抹在丝线之上 避免丝线断裂 那么这种江沙 是用什么来制造的呢 按照天宫开悟的技术 制造这样的 丝织品之前 要用到牛胶水 为之青胶沙 这个牛胶水 是不是指的牛脚胶呢 按照这个思路 大家进行了尝试 据古法记载 复制团队尝试着 利用明胶 调配出了浓度为4%的僵硬 接着手工刷在丝线上 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 经过这样的处理后 金沙断裂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经历了确定制造工艺 寻找植机 绘制花本 制造 上浆等漫长 有曲折的复制工作后 五星锦 历时三年多的时间 终于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如今 来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游客 总会不约而同地 在这块织锦面前驻足观赏 五星出东方舞蹈作品 更是登上了春晚舞台 为这块小小织锦 注入了新的生命 一块小小的织锦 不仅诉说着古代匠人 炉火纯青的纺织记忆 更揭开了经纬之间 失传约千年之久的文明密码 如今通过复制五星锦 我们一步步找回了 古人的纺织技巧 天下母锦 熟锦之机 永远都会作为 那个时代的记忆缩影 让古人的伟大智慧 和灿烂文化得以代代传承 复杂的颜色和图案 给五星锦的复制 带来了莫大的难度 然而给复原出难题的 可不仅仅只有色彩 就有这样一件奇特的文物 它色彩单一 可复制起来却困难重重 它就是肃杀单一 1971年12月 位于长沙马王堆的366医院 一场浩浩荡荡的基建工程 遇到了一件怪事 在施工过程中 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 原本红色的网格土 忽然变成另一种 非常疏松的土壤 进而发生了塌陷 施工人员拿着一个钢签 在塌陷的土里扎口 没打几下就不着力了 下边究竟是什么呢 当钢签拔出来 从孔洞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怪味 另一个工人觉得好奇 点着一根火柴 想试试它是什么气 火柴慢慢接近洞口 突然砰的一声 一股幽蓝色的火焰 喷波而出 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 工程队紧急汇报 咨询地质部门 仍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火焰连续燃烧了三天之后 有人想到 可以问一问 省博物馆的专家 电话打到了省博物馆 一位叫侯良的考古专家说 这一定是地下有古墓 经过勘测 确定在马王堆地下 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墓葬群 它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 马王堆汉物 根据后续出土的文物可以确定 墓主人名叫心锥 是长沙国丞相 驮侯利仓的妻子 根据颅骨的X光片 和出土时拍摄的照片 以及薄画和一些历史文献 专家在电脑中重构了心锥的形象 她面容娇好 可谓是古代美女 她的陪葬品有三千多件 样样都很精美 其中最吸引人研究的 就是陪葬的私织品 在马王堆汉物当中 发现了大量不易保存的私织品 基本完整的有一百多件 不仅数量丰富 种类也很多 丝绸 刺绣 织紧 应有尽有 包括各式各样的袍子 衣服 鞋子 甚至还有手套和袜子 有很多品种都是第一次发现 就在这些奇珍异宝当中 有两件衣物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我们没有见过 如此轻薄的衣衫 它有一个令人浮想连篇的名字 肃杀单衣 薄到了几乎透明的程度 它的尺寸较为宽大 领口到下摆长1.28米 两袖通长长达1.9米 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么一款衣物 当我们进行称量的时候发现 它轻得惊人 一件48克 一件49克 叠起来可以直接放到火柴盒里 绝对可以说是 轻若烟雾 举之若无 它的面试 还有一段 让考古专家们 惊出一身冷汗的故事 根据现场考古活动负责人 熊传新的回忆 当时从墓里拿出肃杀单衣的 是一名经验并不十分丰富的 年轻考古工作者 当拿起衣服时 他习惯性地 把衣服展开 轻轻地抖了抖 这可是来自2000多年前的丝绸 一旦接触空气 由于氧化作用 再加上无菌环境被破坏 这一步经意的举动 极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这个动作 一瞬间揪动了 所有在场专家的心 但正是这样一个大义的举动 展示了肃杀单衣 创造的一个奇迹 他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之后 仍旧十分柔软 组织结构相当完整 安然无恙地来到了现代 在中国古代 文人莫科们 常用华丽的诗句 赞美丝绸的轻盈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在辽宁中就曾写道 因此天台山上明月前 似是无耻瀑布拳 千百年来 人们认为白居易 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 晶盈如水般剔透的描写 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 然而马王堆出土的速杀单衣 证实了古代文人用 薄如禅意 轻弱烟雾 来形容衣服轻薄 绝非凭空想象 这两件速杀单衣 是存世年代最早 保存最完整 制作工艺最精 最轻薄的服装 堪称国宝级的西式真品 因此他们一出土就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可这样的国宝竟然面临着损毁的威胁 速杀单衣 来自大约两千年前 深埋在地下室 是密封状态的 出土以后 一朝得见天日 接触空气和水分 由于环境骤变 加速面料纤维分子链的断裂 纤维的强度大幅降低 如何保证 死制品不腐烂 不降解 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 另外 因常年展览 光照 氧气等自然因素 也加速了纤维的老化 为了有效地保护速杀单衣 同时还得保证 它的展示效果 专家就建议 制作一件速杀单衣的复制剑 考古人员依据速杀单衣的样式 用现代技术复制了一件 同款的复制品 可是上称一称 太重了 居然有两百多克 是原件的四倍之多 随后 北京上海的几家纺织厂 也都相继进行了尝试 但最后总是超重 做不出如此轻巧的杀衣 最终 国家文物局 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 对其进行复制 那么想要复制出 完全一样的速杀单衣 首先要确定 这件衣服 究竟使用的什么残丝 像前面提到的五星锦 用的桑残丝 那么速杀单衣呢 经过测定 尤其是测定了 速杀单衣丝线当中的 氨基酸含量 以及用X射线 演射等方法检查之后 考古人员确认 速杀单衣 使用的也是桑残丝 原材料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弄清楚 古人使用了什么技术 来制成速杀单衣 速杀单衣齐名 源于它的面料 速杀 速是指它没有经过染色 杀是蚕丝方孔杀面料 单衣则是说 它没有衬理 因此 出涂浅测称之为 速杀单衣 速杀这种面料非常轻薄 飘逸灵动 但制造的技法 却并不复杂 通过放大查看 速杀单衣的面料 使用的是最为常见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 纺织方法 平织 也就是最简单的 经纬交错的方式 平纹织法 最适合用于 制造轻薄的面料 经纬线的密度 可以比较小 这样两根丝线之间的 间隔就比较大 就让面料整体呈现出 稀疏透气 轻薄飘逸的特点了 而这种织法 对于现代丝绸 纺织工艺而言 毫无难度 所以按照测定出来的数据 南京云锦研究所的 复原团队 一板一眼地 开始了复制工作 但复制出来的 第一件速杀单衣的重量 却高达80克 这远远超过了 原件的49克 照片里我们看到的 就是1991年 复制团队完成的 第一件成品 很遗憾 这件复制品 同样超重了 但就算不超重 也不能说是 百分之百成功了 为什么呢 我们再来仔细地看一下 这一眼看过去 您就会觉得 哦 这是一件新衣服 为什么 它带有新衣服的 材料特征 闪闪发光 很耀眼 而原件呢 它是亚光灭料 还带有一点 皱缩之后的激励质感 但是复制出来的这件呢 却隐隐反射着光泽 看起来光滑平整 很是高端 可这样一来 就跟原件差别太大了 同样是桑残丝 同样是平织法 为什么我们现在制作出来的 质感和光泽度 会大不相同呢 一头雾水的复制团队成员 在更加微观的层面 找到了古人藏进去的小心思 此制品不同的织法 固然会影响面料的光泽和纹理 但当我们放大来看 每一根丝线 又是由几根蚕丝组合合成的 也就是把数根蚕丝 朝着一个方向扭成一股 这个过程被称为加碾 正是这个加碾的过程 在成品上表现出了 细微的光泽和激励差异 而塑砂丹一为了追求飘逸感 采用了独特的 一根丝线左碾 一根丝线右碾的方式 弄清了面料皱缩和压光的原因 本以为复制难题迎刃而解 没想到更大的难题接踵而至 那就是每根线上究竟加了多少碾 复制团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用可清洗的颜料 区分精线的不同碾相 于是织机上便出现了 这样红红绿绿交错的样子 其实这只能算是操作中的小技巧 加碾的最大难点 源于速杀单一的薄 薄就意味着丝线要细 纤细的丝线加碾后极易断裂 也就是说 加碾少了 光泽和机理不对 加碾稍微一多 丝线就会断开 复制团队成员在一次次的尝试中 寻找那个刚刚好的临界点 也触摸着两千多年前的匠人 对一丝一缕的执念 而此时 一架模仿两千多年前的复原之机 也悄然诞生了 为了复制速杀单一 定制打造的织机 是结合了汉代的画像石 以及考古专家夏奈先生 复原的汉代织机 作为参考的 从这张汉代的画像砖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纺织丝织品的场面 从右向左 依次是条丝 摇尾 织薄 而里面的那架织机就成为了 现代专家可以参考的一个原型 再来看另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夏奈先生 首绘的汉代织机复原图 跟现在的织机 有很大的区别 最明显的不同 就在于门符 也就是织造时 这块布 可以容纳的最大宽度 现代手工织机 常见的是在一米左右 而古代呢 要窄很多 根据马王堆汉墓发掘报告显示 速杀单一的幅宽 只有48厘米 为了能够完美复制速杀单一 复制团队专门就打造了一台织机 按照汉代的尺寸重新打造 但是 织工师傅们却发现 用新织机织出来的面料上 存在着一道又一道磨损的印痕 这印痕从哪来的呢 在制造环节中 对支手的要求极高 经验丰富 专注力 感觉 缺一不可 堪称百里挑一 一旦开始制造 便不能够随意替换支手 因为每位师傅手感和力度的不同 都会影响面料的精美密度和质感 而即使是最终被选中的师傅 在开始制造之前都要反复适量培养制造的手感 以保证制造面料的密度均匀 然而 花了大力气复原了两千多年前的织机 也弄清楚了制造工艺 织工 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但万万没想到 支出的面料却像是残次品一样 复制团队不仅仅是失望 更感到非常奇怪 他们明明已经非常注意呵护面料了 遵循着职工们传承千年的职业习惯 每天一来上班都要先打水洗手 把手放在温水中泡软 用指甲刀仔细地修剪 去除掉手指上每一点老茧和刀刺 精心呵护双手 以防在制造过程中勾起丝线 屋子里也要撒上一层水 来保持环境时刻湿润 织机更是经过了精心打磨 绝不允许一根木刺的存在 但面料上的道道印痕触目惊心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纰漏呢 复制团队的目光 落在了小小的铁梭子上 他竟成为面料磨损的始作俑者 丝绸衣物摸起来柔软光滑 但是残碱我们用手一摸 就感觉到是相对粗糙的 那么残碱是如何变成 柔润光滑的衣服的呢 这就提到了一个 工艺生产当中的名词 骚丝 骚丝简单地说 就是将残碱浸泡在热水当中 用手抽丝 然后将丝卷绕于丝筐之上 抽出来的残丝就是生丝了 生丝的外面呢 是包裹着一层胶的 残丝的粗粒手感 就是来源于瓷 对于纺织品而言 自然不希望手感如此 但是这个丝胶又少不了 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增加残丝的强度 让它不易断裂 等织出成品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脱胶工艺 丝织品的手感就会变得柔软了 复制团队发现 铁梭子会导致丝胶磨损 进而损害残丝 而正是由此才导致了 面料上出现磨痕 于是立刻更换成了木梭子 问题一个个被解决 复制团队是否可以成功复制出 同样轻薄刚毅的速杀单一呢 答案是还不行 因为制造出来的速杀面料 依然会严重超重 这是从速杀单一复制项目 启动的那一天起 就是困扰整个团队 乃至整个考古学界的难题 一次次复制失败 专家们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蚕丝上 结果发现 速杀单一使用的蚕丝直径 竟然只有头发丝的六分之一 而复制使用的蚕丝 比原件粗多了 超重的原因找到了 可是到哪里找这种超细的蚕丝呢 复制团队猜测 或许可以改变蚕的饮食 目前国内所知的桑树种类 将近二十种 那么 制造速杀单一所用的蚕 是用哪种桑叶喂养的呢 从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来看 战国秦亥时期 已有女桑 眼桑 两种桑株种植 女桑是低矮的小桑树 这应该就是复原团队寻找的目标了 复制团队在南京郊区种下了一些桑树 五年的时间里 他们亲自挑肥料 浇水育苗 精心呵护着这批桑树 不让受到任何现代种植技术的影响 让他们的生长状态 尽可能地贴近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但让人恼火的是 残宝宝在这得来不易的桑叶上 大快朵移 吃饱喝足之后呢 却吐不出细丝 这让复制团队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个时候 江浙一带的桑栅丝市场上 高价收购病若残的消息不进而走 价格高出了市场五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病若残吐出来的丝比较纤细 复原团队希望能用这波老弱病残的残 让他们吐出纤细的丝 作为复制肃杀单一的原材料 可是通过实验表明 这些病残吐出来的丝质量非常差 是根本制不成丝线的 那怎样才能找到足够细 又足够坚韧的蚕丝呢 为了使肃杀单一可以展现在人们面前 人们开始了对肃杀单一的复制 然而复制剑不仅大幅超重 甚至连光泽和质感都与原剑相去甚远 古人的制造秘密究竟藏在哪里 难道问题出在蚕丝上 南京云锦研究所的所长 为了搞明白两千年前的蚕丝 为何更细的原因 他坐车辗转到了北京 请教了原农业部负责桑蚕养殖的专家 进行了生态分析才发现 原来在西汉时期 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蚕 而是三年蚕 在当代社会 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四次 退四次皮 因此称为四年蚕 而在西汉时期 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三次 退三次皮 因此称为三眠蚕 这也正是《荀子复篇》中 对古代的三眠蚕的记载 三辅三起 事乃大义 蚕每次在退皮前 都是不时不动的现象 故称三辅三起 也就是蚕眠 三眠蚕比四眠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 但体重的差异却极大 三眠蚕的体重仅有一克多 四五条才能抵得上一条四眠蚕的重量 所以三眠蚕的蚕碱也比较小 蚕丝鲜度细 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面料 也具有高度透光 极度轻巧的特点 在这里展示的是三眠蚕和四眠蚕蚕丝的微观细节 可以看到四眠蚕的明显要粗上很多 蚕丝的粗细不仅仅关系到成品的轻重 更加关乎于面料的透光性 肃杀单一的透光率能够达到75%左右 在报纸上叠放五六层之后 还可以看清上面的字 正是由于超高的透光性 肃杀单一才能作为套在最外层的罩衫 这种美学意义就在于朦胧而自 如果透光率低 就无法透出内层紧缎的华丽文士 无法凸显这位夫人仙气飘飘的富贵气质了 那么只要找到三眠蚕是不是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呢 通过精心培育 两千多年前的桑叶是有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仍旧摆在眼前 今天的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西汉时期的三眠蚕呢 养蚕在中国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西汉时期也就是两千多年前的蚕种 还保留着很多野生特性 个体较小 蚕丝也十分纤细 今天的蚕种 在两千多年里不断杂交迅化 体型肥大 早已经不可能吐出西汉时期那样纤细的蚕丝了 用现在的蚕丝进行制造 那必然是要远远超重的 怎样才能让四眠蚕退化成两千年前的样子呢 四眠蚕是从三眠蚕驯化培养和变异而来的 想要将其变异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通过药物控制 却可以让四眠蚕休眠三次 褪皮三次 这样它们发育得不够充分 吐出的丝也就会变细了 最终通过采取用药物控制蚕生长的办法 研究人员终于成功为蚕宝宝减肥 得到了现代社会能够获得的最细的蚕丝 这批减肥之后的蚕宝宝吐出来的蚕丝 只有平时蚕丝的五分之一 甚至都不容易被肉眼直观地看到 只能凭借手感才能知道它的存在 这些蚕丝解决了困扰复制团队的原料难题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没有解决 那就是染色 肃杀单一之所以称为肃 是因为其本身没有染色 然而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复制品还要能够表现出 岁月沉淀之后的陈旧色彩 为了能够将时代的印记完美展现出来 制作团队对于染料进行了无数次实验 可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单纯的化学染料 颜色鲜艳 生硬 效果不理想 纯植物染料又无法还原 肃杀单一出土时的暗红色 不过最终人们还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那天 一名研究人员和往常一样 泡在实验室里 他感到有些沮丧 因为尝试了无数种染料试剂 却还是没法调出速杀单一温柔的暗红色 那些天他的脑子里全都是染色实验的事 常常显得魂不守舍 就在这时 有朋友送给他一盒早餐红茶 他本来下意识地把红茶随手放在桌上 却突然意识到什么 脑海里浮现了一幅画面 茶杯里泡着的红茶 正在热水里阴晕着扩散暗红色的茶汤 茶汤的色泽不适合速杀单一元件如出一辙吗 研究人员心中大喜 萌生了用红茶做染料的想法 他带上这盒红茶匆匆跑进了实验室里 但红茶属于植物染料非常难以顾色 于是他经过多次实验进行调整 最终用红茶加顾色剂的方案 准确配置出了速杀单一元件 在多种外力作用下形成的微妙的暗红色 现在对于复制团队来说 最有信心的一次复制马上开始 由于先前各个环节已经进行过尝试和摸索 这一次出奇地顺利 对于他们而言 最大的难度并非在于技术而在于手感 尽管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练习 但真正制造的时候速度还是非常缓慢 因为志工师傅需要集中精力控制力度 保持心情的平和 一旦有差池就有可能出现 丝线断头的情况 虽然说经验丰富 技艺高超 每一个人的工作日也只能织出来 十厘米的面料 但是只要制造手艺好 一切就都可以交给时间 耗时一年半 研究人员终于完成了速杀的制造 得到了足够的面料 因为速杀面料质地轻薄 稍微用力就容易破损或者变形 一般的服装裁剪中 可以直接使用的绘制工具 都无法在该面料上直接应用 针对这一问题 制作团队沿用传统古法 先将面料平铺 再用喷壶喷至潮湿拉直 等面料微干的时候 再按照制板进行绘制及裁剪 既固定了面料 也使裁片更加平整 避免了运烫造成的不稳定形变 合格的速杀面料得来不易 裁剪自然也马虎不得 我们说到布料裁剪 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不够平直 那么要怎样保证裁剪的平直呢 服员团队使用了一种非常精巧的方法 速杀面料是平稳之物 经纬十分规整 研究人员从纵横经纬中 仔细抽出一根丝线作为标记 再用剪刀沿着抽出丝线之后 空缺的这一行小心裁剪 如此便得到了一段裁剪平直的布料 在最后的缝制步骤中 从缝制方式到走线数量 制作团队都力求所有细节 与原文物完全一致 为了完美复制速杀单一的形式和款式 分别尝试制作了大小样衣共十件 在制作样衣的过程中 制作团队发现 原件的部分裁编达到56厘米 而速杀的腐宽只有48厘米 反复试验 决定采用斜向一味的方法进行缝制 最终完成与文物形制尺寸一致的 速杀单一复制品 当人们将这件复制品上称称重的时候 也经平上跳动的数字 最终停在了49.5刻 重量达标 这件复制品是速杀单一出土40多年来 首次得到了博物馆相关专家 鉴定认可的复制品 而此刻距离速杀单一复制项目成立 已经过去了30多年 无论是五星锦还是速杀单一 复员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 一个个难题的攻关过程 都是现代人和古代纺织工匠的一场 隔空对话 让那段尘封的历史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无论是薄如禅艺的速杀单一 还是小小的知己 都在向我们诉说着 古代将人炉火纯青的纺织记忆 更是揭开了精美之间蕴含的纺织奥秘 而今天的复原 既是在寻觅古人的制造秘密 亦是追寻同样的将人情怀 传承丝绸古国的文明光辉 让古人的伟大智慧和灿烂文化 得以代代传承 消失的宋代货船 究竟去往了何方 八百多年后 它又如何意外地重回人间 历史的秘密 文化的痕迹 这座神秘货船 或将揭示哪些秘密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古船寻踪 南海一号出水季 下期播出